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向男 女向女 太阳在白天的时候出现 月亮在晚上的时候出现 这叫正常版 可是问题是 在命盘里面 在紫囊枣树里面 却有颠倒的组合 颠倒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晚上 出现了太阳 白天 月亮跑出来了 这是什么画面 什么画面呢 这个白天的月亮 你想看 白天的太阳这么亮 你这个月亮跑到白天来 你的光芒能展现吗 觉得看不到 太阳是个很光亮的东西 可是你现在晚上出现 你这个太阳 可能吗 好 所以紫囊枣树 要结合自然环境里面的 去谈日月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好 我们现在要带到画面 镜头要带到人 人的问题 人 人 当一个太阳做命的人 首先我们必须要看 他做落的位置 他在十二个地盘当中 十二个命盘 十二个地质的命盘的位置里面呢 他是在落线的地方 还是在望地的地方 落线望地怎么分 就是用自然景观来分 早上五点开始太阳出来 到下午三点太阳西下 这时候的太阳基本上都是属于 看得到亮度 看得到光线的 只是说他的亮度 他的强弱 会随着 比如说七点到九点的太阳 九点到十一点的太阳 当然九点到十一点的太阳 会比七点到九点的太阳强 热嘛 这是有时间 用时间来看太阳的望若 些微的温度的差别 再来看什么 季节 冬天的太阳 跟夏天的太阳 比如我们讲说日震当中的太阳 夏天的日震当中的太阳 午时的太阳 那怕死人 那火烧波 以前说六月火烧波 那会烤焦的 可是你在冬天 冬天的日震当中的太阳 那可暖轰轰的呀 对吧 可是舒服的呢 就差别在这里 那同样的 我们把自然界的这种 很微妙的 这种细微的感觉 你把它带入人格特质里头来 你就很容易就分辨 这个太阳星做命的人 他是六月份出生的 然后他坐落在五位 五位的太阳 然后是六月份生的 你看这个人 你看这个人 不得高血压 不得脑中风才奇怪 太旺了 如果在个不幸呢 来个更年出生的 太阳化露 那真的做戏 太阳啊 化露啊 劳露啊 你一直在付出 一直在贡献 一直在被光热给别的 而且你很多啊 你太阳 六月的太阳 日正动动的太阳 你不做戏像这戏 但是这种人 好不好人 好人 太好人了 一生为别人 付出为家人 为子女 典型人物是谁 许不了先生 好不了闲心 就是太阳化露在五位 所以 好人 愿意付出 愿意做 轻做人 不一定有 好结果到好命 要有智慧 看清楚自己 如果我的太阳是化露 需要收斂一下 收斂一下 不要一直一直化露 不要一直放弄 一直给别人 因为别人是索求无度 你较多你就死不够 那如果万一很不幸 你是太阳化露 你就要好啊 稍微收一下 稍微收一下 你如果不要收 叫别人给你 稍微控制一下 给你节制一下 好好 一百块钱 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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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没了 要够什么 一百万可以 没有了就没有了 又很帮你控制 所以家里如果有个 太阳化露的人 不晓得是性还是不性 好 所以我们要对 人格特质的了解 我们就可以很继续 迷移的理解 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或者是你面对的人 那你如果知道这个人 是太阳化露 这个人 是真的是太阳般一样 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困难 你找他 基本上他很难说不 但是你也不要 因为人家这样 所以要赚人家便宜 跟吃定人家 这个是 激辛是很不好的 这个不好 这样不好 所以懂命理的人 你懂命理 你看懂自己 看懂别人 可是你就用 那种心术不正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 或面对别人 后果你自己负责 你不能想说 我心里夫人 现在公子 我就是说得这么透彻 让我好来跟他学习 我现在三来 看什么人 太阳化露 太阳座面 让我什么来想去找就好了 唱唱到他让他听 他就很难告诉我 我怨你了 我们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懂命理 然后是建立在要 利用别人 或者是要赚人家便宜 千万使不得 会回到自己头上来的哦 好 那 所以这边讲的是 日月 那第四个讲的就是说 刚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会有行客 这个在 那个行客 日月反备 加上那个分 我再来详细说明 这边我就 我就不细说了 好 那接下来讲的是说 那 朵书当中 书里面 29月这边就讲到说 那人呢 生下来呢 有刚柔 那么呢 有的很人很刚 有的有柔 有的人呢 他非常的 不是那么的聪明 可是有的人 就显得非常的灵巧 这个是先天上 我们在性格上面 我们会看出他的差别 外形上 可以看出他的差别 那么 指挥朵书讲的是 南北斗星 南斗星里面 北斗星里面 各自是所属什么 每一颗星 所属的特质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这边讲到的 不论他的善恶 要先谈他的刚柔 那这边讲说 大体上南斗星主 姓柔 北斗星主强 那柔虽灵敏 欠切破律 然后刚虽勇为 劣劝失律 这句话我是 不同意的 这句话我不同意 虽然说是老祖宗 安利的教材 但我不同意 我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太偏颇 不客观 因为他认为 柔的人 就会欠破律 然后刚的人 就会欠失律 那用南北斗来分界 他认为 北斗星的人 比较刚 南斗星的人 比较柔 不骗 不周骗 因为在南斗星里面 的天同星 的确是会比较温和 可是南斗星的天良 像我这个天良 我偏温柔去对 我从我的 从书生到我现在 就没有人会用温柔 来形容我 对吧 我觉得不骗 因为我自己就认为 他是不骗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北斗星 没有错 北斗星 还有南斗星 还有不是只有天良 七煞 七煞的南斗星 他怎么会 柔 七煞可是冲锋陷阵 自动排挡 然后说冲就冲 还等你在那边 等我一下 我学的待机会好 你的事情 我没用 你等我先走 对吧 说走就走 说冲就冲的人 所以用这个东西来评判 南斗主柔 北斗属刚 这不够骗 所以我是 我是提出不一样的见解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面 再去分 细分 北斗星里面 属于比较刚星的人是谁 比如五曲 五曲星的确是 是比较刚的 可是在南斗星里面的 比如说像天童 他们的确是比较温和的 可是并不是全部都用南北斗来分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 民进党就一定怎么样 国民党就一定怎么样 民进党里面也有让人家很觉得很 很欣赏的人 国民党里面也有让人家觉得很欣赏的人 同样国民 民进党里面也让人家觉得很不以为然的人 国民党里面也会让人很不以为然的人 不能用一个党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二分法 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思维 二分法 太危险了 太武断了 这就是我常常讲说 它里面呢 其实是要细查的 所以在过去我录的节目里面有讲到个四句型 如果我们凡是对待人事物的看法 都以四句型去带入的话 我们就会显得圆满跟周全 而且不偏颇 不武断 然后不留于偏见 偏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很多所有的伤害 很多的误解 很多的那个所谓的叫做冲突 都是来自于误解 还有偏见 那我们要让自己离开偏见跟误解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对事情客观的理解 客观的了解 最主要是要找一个客观的人 教你 如果你学的人他不客观 你怎么学都是不客观好吗 如果你学找的人是很客观 当然你比较容易会连离不客观 好像在绕口里对吧